本院委員陳寗菲等22人 針對目前政府對於無障礙設施的設置與宣導 明顯未能符合實際需求 導致聲臟升級行動不便者 在校園求學階段與參與公共事務的生活輔助上 非常的不方便 在經過查證台灣身心障礙者的人口數字 持續創新高 目前為112萬多人 然後近年來更增加了三成四 所以很清楚 如果說我們在整個狀況沒有來協助的話 基本上它的是違背了憲法第21條 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 第22條基本人權的保障於159條 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 以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1條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的權益保障 其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 以及教育基本法第4條 人民無分性別年齡能力地位等其他條件 它必須接受教育的機會是一律平等的部分 所以我們認為說應該要比照身心障礙者保護 權益保障法第57條的立法精神 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無障礙的設備及設施的設置 應該要在學校衛生法第21條條文修正草案當中 明文規定無障礙校園設施 至少與其室外通路避難城坡道及扶手 避難城出入口室內外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 樓梯升降設備廁所盥洗室 浴室教室周邊停車場等其他必要處設置無障礙的設施 而無障礙的校園設施的設置項目與規格 也應該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相關法令來定制 因為我們非常了解說在目前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雖然有規定但都沒有付諸實行 也沒有落實也就是在我們法的位階當中 並沒有去做一個確立的規定 我們只有說我們會要求各學校來協助 甚至依照內政部相關營建設施的規定 但是呢我們並了解說 他並沒有實際來做一個落實的角度 所以我們認為在校園裡面 我們教育部就有責任 應該來做一個監督以督促的角度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促使全國校園內的無障礙設施 能夠更普及化更明確化 所以我們希望來修正 我們這個衛生教育法的這個 衛生學校衛生法第21條的條文 這個這個部分謝謝 好謝謝陳委員